大家好,欢迎收看科幻movie 今天小编要为大家介绍一部 15年上映的韩国奇幻电影《内在美》 好了,话不多说,咱们赶紧来看电影吧 电影的开头,男主角大黑从睡梦中醒了过来 臭美照镜子的时候,发现身体发生了一些奇怪的变化 原来他从爸爸那里遗传到了一种病 这种病的特点就在于,每次醒来后都会变成不同的面孔 慢慢的大黑接受了现实 他和好朋友老王开了一家定制高级家具店 老王就一直负责运营家具店 也算是当地一个非常好的品牌家具 有一天,大黑来到一个家具店 正在挑选材料时,眼睛就不由自主地被服务员小美给吸引了过去 小美则是正在用心地给客户做介绍 那认真的小模样,一下子就把男主给吸引过去了 从那以后他每天都会去家具店 还总让小美给他做介绍 就这样持续了一段时间后 大黑实在是等不及了 太险要和小美在一起了 他开始等待机会 终于有一天他醒来后 发现自己今天竟然是一张超级无敌甩戈脸 收拾好之后就来到了家具店 还是像以前一样指定小美为他做介绍 买完之后就开始进入正题了 他想约美女吃饭 美女表示没时间 但是男主角怎么可能轻易放弃呢 就说 其实我是准备了好久才鼓起勇气来约你吃饭的 女主一看都这么说了 也实在不好意思拒绝了 坐上大黑的车来到了他的仓库 然后打开手机放上音乐 就开始和小美谈天说地 好巧不巧的是小美原来就很喜欢大黑的家具品牌 就问大黑你是这家店的老板吗 大黑用脑子思考了一波后 说我只是一个打工仔 好低调的男主角 聊完天后就送小美回家了 然后还给他发信息 今天可真是美好的一天呢 大黑想拥有这个帅气的面孔 他给自己订了超多的闹钟 第二天他又去家具店约小美 听着音乐吃着晚餐 送他回家的路上 大黑就开始不老实了 直接牵了上去 然后开心过头的他 在回家的宫器上睡着了 再醒来后变成了秃头大叔 他不敢再激进小美 只敢远远看着他 有一天睡醒后 大黑变成了女生 然后就去小美所在的家具店 当实习生 借着工作的机会 他和小美聊了起来 然后把小美带到了仓库 把真相告诉了他 还给他看了 自己用电脑记录的 自己身体发生的变化 小美接受不了这样的事实 扭头就走了 回到家后仔细一想 自己爱的是他的灵魂 而不是面貌 就跑过去找大男主 刚好大黑今天是一个短发女孩 两个人就坐在一起聊天 小美提出想要看大黑变身 于是他们就在一起睡觉 第二天小美发现男主并没有变身 就觉得自己被骗了 小美开始观察大黑的家 发现了许多不同的衣服 男的女的都有 这个时候男主醒了 然后运气还很不错 今天是个帅哥 小美接受了事实 两个人就开始用这样的方式交往 没过多久 两个人就做爱了 但是小美的同事发现 他每天跟不同的人交往 就觉得他很不正经 小美的压力也很大 就开始自闭了 每天要靠吃药来维持精神状态 大黑害怕了就提出了分手 被折磨得不成人样的小美同意了 伤心欲绝的大黑独自一人跑到国外去 几个月的时间过去了 小美发现自己甚是想念大黑 就跑到国外去了 一番真情表白后 两个人和好如初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哦